我们马上回到这北浅来关心这鸡鸭亭的最新消息 开了将近三个小时 其实是在晚间的10点59分 柯文哲的部分结束了 好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1点24分了 此刻是前副市长彭震生正在开鸡鸭亭 而裁定结果则是要等 两个人的鸡鸭亭都结束之后 才会一起宣布 那么现场最新 马上请彭欣美带我们掌握 好 这部各位观众 下届所在位置在台北地方法院 持续在宁关心金华城岸的最新情况 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鸡鸭亭 是从8点开始开 开到了10点59分 是开将近三小时已经结束了 而接续在开的就是彭震生 是从11点15分开始开 到现在是持续在进行当中 刚刚也有说到 其实柯文哲鸡鸭亭 是开了将近三小时 的确刚刚有律师 其他律师是有透露 这三小时其实算是非常久的情况 因为就是因为他们 卷证资料是非常多的 不过稍早期 什么又问到了柯文哲的律师呢 对这一次的结果还算满意吗 他是都没有回应 不过现在持续在开的就是 彭震生的鸡鸭亭 而柯文哲的裁定结果 也会等彭震生的鸡鸭亭 开完之后 两个人的裁定结果 会同时来宣布 而就会有三种的结果 包含说交保或是无保请回 甚至是被积压 而现在其实我们知道 今天彭震生的身体状况 一直都不太舒服 从12点开始 他就是突然被就医 被送到了医院 是下午4点多才回来 律师也有透露 其实当时他就出现了 很多身体不适的情况 就是因为纳离子过低 但是为什么会纳离子过低呢 主要就是因为彭震生 到北检来接受复训 一直到被生压 其实已经吃了三天的甜面包 因此也导致他的盐分 摄取不够 才会导致纳离子过低的情况 但在稍早的时候 他已经吃了一些盐片 但是律师也有频频的来确认 是非常关心彭震生的身体状况 因为这过程中 其实彭震生都是躺在 后审室里面来休息 而现在家庭已经持续在开 大家也都非常关注 到底会怎么样进行来发生 因为现在的法律攻防 其实应该是相当的激烈 尤其这一次的卷证其实相当多 彭震生的律师也有透露 其实就超过两大本 是非常多 而再加上这一次 检方有申请部分限月 也就代表说 律师是没有办法 把卷证给印下来 而且是要用手来抄录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法律上的攻防 都要用头脑来进 如果有很多没有写下来的话 可能就会有说 到时候法官问的时候 他们就要做出立刻的应对方式来回应 不过呢 现在是因为部分月券 部分限部分月券 也就代表说律师也有透露说 他们从早上八点就一路遮抄路 到下午五点是抄了将近九个小时 非常多 而现在彭震生的积压亭也持续在开 到时候会有三种结果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是 无保或是交保或者是积压 如果是交保的话 他们只要筹到了保释金 就可以离开台北地方法院 但是如果被积压了 很有可能就是要搭着 明天清晨五点的第一班 去坐到球车上去看守所 而现在呢 他们到底最终答案结果会是怎么样 我们都会持续来带您掌握 以上最新马线镜头交还 彭内主播 究竟这积压亭有没有结果呢 目前看起来 我们在北检内的新美 已经被我们掌握到了相关最新讯息 而且得传出说之前 这彭震生伟论律师透露 因为彭震生吃了三天的面包 所以纳离子低下 中午才会传出身体不适 那么他们现在的身体状况都还好吗 我们就交由新美 带我们来自北检的最新掌握 好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记得所在位置 在台北地方法院 持续带您关心 金华城案的最新情况 因为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是因为这些贪污是被列为被告 他家庭在八点的时候开始开 可以看到现场已经 现在已经是十一点零一分 也就是说八点开始开到 现在已经三小时过去了 还在进行当中 但是现在十一点时间也非常的关键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这十一点过后 只要柯文哲说非常累了 想要休息喊停 就会立刻来停止 也就是说可能只要等到明天早上八点 再重新再继续开积压停 因此现在十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而之外呢 其实在柯文哲结束积压停之后 紧接着就是会由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来接续召开积压停 但是其实他今天在中午十一点多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的情况 而在下午四点的时候 是有从医院被送回来 律师也透露 其实当时有绿见的时候 他还是非常的不舒服 还是有出现一些恶心的情形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律师也有解释 是因为彭震生本来就有一些身体的状况 再加上 其实他被送到北检来复训之后就遭到生压 其实刚好遇到了周末 因此这三天他都只能吃一些甜面包而已 再加上这一些盐分不够的情况下 导致他那滴下大过量 因此就会导致说 他有一些出现头晕目眩的情形 因此他在保外周易的时候 其实也有吃了一些补给的 包含说茶叶袋 以及饱矿力 还有一些轻食等等 而现在在稍后可能就会来召开家庭 因此这部分可能律师也会怕说 也会不会他身体不舒服 会撑不下去 也可能会等到明天早上八点才会来开呢 都是我们现在关注的焦点 不过这一回其实律师在月券的部分 是费了一番功夫 因为就是检方有申请部分限月 来看看什么是部分限月 透过手板要带您来看 也就是说这部分限月是限制月券的内容 但是有针对月览方式都是没有限制的 不过律师是不能把券证给印回去 只能手抄笔记 而最后在家庭开完的时候也都要交还回给法官 但是这也就是说律师如果只能光靠头脑来记的话 可能有一些是记不清的 到时候如果面对了法官的问题都要立刻来做出应对 当然他有说这些都有技巧 因为他们在抄录的时候都是要全部都抄下来 而不是只针对自己的重点抄下来 这样子到时候还给法官的时候 可能就会被发现他们讨论的攻防重点是什么 而其实他们月券内容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有两大本 因此彭正律师也有在说 有稍早也有说明 他是从早上八点的时候就开始抄录的这些券证 一直是抄到了下午五点 这些是足足将近九个小时 而现在他们柯文哲正在召开积压题 但是会什么时候结束 我们都会持续带您掌握 而之后可能就会有分为三大个 包含说是无保请回还是交保 甚至说是积压 大家现在也相当都是非常关注 而带您回顾整起案件 就是因为柯文哲在任内期间是被控说 可能有涉嫌涂利了一些金华城的厂商 让容积率因此有暴增1.5倍的情形 不过现在关键是什么 大家也都在关注 而积压题现在最新情况 就会要来为您带掌握的是 现在11点15分 可能就会要来轮到彭正神 召开积压题 有最近状况都会带您随时掌握 以上最新主播 在距离这柯文哲的积压亭 已经开了将近三个小时了 好 如果结果出来的话 这个积压亭其实就要等待 他是否有真正的结果出来 那么现在其柯文哲可以选择 到底是要继续开 还是要继续双方持续公辩呢 那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没有任何结果出来 我们就把现场交给在北柬外的余山 来带我们掌握 因为传出说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 要再度抵达会场 请余山带我们掌握 场外的最新情形 因为距离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 他召开积压亭的时间 是已经将近了三个小时 而就快要到了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这个晚上十一点 就是因为他的时间已经到了深夜 所以要继续地决定说 要不要来召开这个积压亭 所以也不确定说这个积压亭的时间 是否在今天结果会出炉 而我们现在看到场外的一些抗议民众 他们是还没有减少的情形 人还是相当的多 而现在其实在北柬场外 这边是属于一个 无法集会游行的场所 所以警方在今天上午十点零五分的时候 是有第一度的举牌抗议 是要求说这些民众不能够聚集在这里 但是也可以看到 现在到了晚上将近十一点的时候 这里的民众还是没有离开的情形 也因此警方也不排除第二度的举牌抗议 现在也可以看到周边都有警方持续的在戒备当中 包括说巨马旁边则是也占了一整排的远警 另外在北柬的门口则是两边也都有安排警力 今天北市警局是部署了330名的警力 就是担心说如果今天柯文哲的积压亭出炉 看是要裁定积压或者是交保 都有可能影响到场外抗议民众的情绪 就担心说如果之后积压亭的结果出炉的话 可能在场外会有一些情绪比较亢奋 比较激动的情形 因此警方也都不敢大意是持续的在戒备当中 而我们从今天下午就持续的为你守候在台北地检署的场外 这个人潮是都还没有离开的情形 因为今天是礼拜天但是明天是礼拜一 现在到了晚上11点的时候可以看到人潮还是相当的多 而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 他现在则是正在召开积压亭当中 在稍后的11点就能够确定说这个积压亭是否会持续的继续开 还是说会稍作休息等到明天再继续开 这个稍后我们都将为您随时掌握 而其实我们在现场也有观察到 其实这个小草们他们每到整点的时候就会喊口号 并且他们也有准备一些自制的标语 也有准备这些水 因为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今天高温非常的炎热 所以有一米小草 它是不耐这个高温炎热 它是有昏倒的情形被紧急的送医 就是担心说大家在抗疫的时候 忘记了喝水 有可能有中暑的情形 所以在稍早的时候 他们有准备了好几箱的水 并且是放在这个水桶里面 让它还是能够有冰凉的状态 让大家可以来饮用 避免是有中暑的状况 而现在除了在北检场外这边的民众 还没有离开之外 所以也可以看到除了这个警方 他们还在加强戒备 这边的人除了在我身旁 都是抗疫的民众 还有在对街的人行道上面 其实也是聚集了这些抗疫的民众 他们在稍早的时候就都有喊口号 他们是说希望能够今天把柯文哲来接回家 但是柯文哲到底今天能不能够回家 就要等他们现在正在召开的积压题 看是说确定是要积压 还是说会交保 如果要交保的话 则是看有多少的金额来交保 也因此这个稍后的结果到底今天会不会出炉 我们也将随时为您掌握 另外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北检场外这边的民众 他们是聚集的相当的多 另外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名小草 它是有昏倒的情形 所以其实他们在稍早的时候 也都有提醒大家要注意要多喝水 甚至是也有提醒大家说不要太激动 因为如果太激动的话 警方可能就会做一些驱离 甚至是举牌的动作 就是防止说这个冲突会再更扩大 另外也有一派他们是反对柯文哲的民众 他们在稍早的时候 其实也有来到场外 并且是跟这个小草们是持续的在互呛的状态 所以他们双方这个一度是非常的激动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北检的门口 不只是有很多的警力 另外在这边在北检的车道口的话 更是部署了相当多的警力 还有这个户围栏也都是围起来的状态 就是担心说如果之后 鸡押亭的结果出炉的话 这些抗议者的情绪可能会比较激动一点 所以是希望说部署了这330名的警力 就是希望说如果等一下大家比较激动的话 就可以来及时的这个平复他们的情绪 已经避免冲突的发生 那么以上就是在北检场外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晚间的8点58分 带你掌握在北检内外的最新状况 那么就因为柯文哲这金华城案 遭到了检方生压 8点的时候已经召开了鸡押亭 现在已经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 好彭震生的伟人律师是透露说 彭震生是因为吃了三天的面包 他的钠离子低下才会身体状况不适 这件状况立刻连线给记者彭新梅 好主播各位观众 下一期的所在位置 在台北地方法院持续来 带你关心金华城案 现在的最新情况 而柯文哲召开 家庭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 现在目前还是持续来开 但是根据了解 通常家庭大概两个多小时左右 就会结束 不过其实我们也知道 柯文哲一开始是不满 在侦察庭的期间 检方是有来问木可 以及其他政治现金的问题 不单单只是问金华城而已 因此这一回鸡押亭 会不会连五大弊案来一起问 可能会不会拖到时间呢 现在也都要等最后的结果出炉 不免就会有三个结果 就是第一个是交保 第二个是无保请回 再来就是直接被鸡押 会直接送到看守所 而其实不仅柯文哲要来召开家庭 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神 同样是因为金华城案 被列为贪污罪的被告 是被检方深压 而现在就紧接着柯文哲后面 就要来召开家庭 但是其实他在今天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是出现了一些身体不舒服的情况 在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是从医院被送回来到台北地方法院 但是律师也有透露 其实他还是有频频出现一些 身体不舒服的情况 主要就是因为 他当时是在北检接受复序 之后就被深压 都是在周末 因此这三天他非常的辛苦 都是吃甜面包 但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一些状况 没有盐分的情况下 就造成了纳离子过低的情况 因此才会出现一些 头晕目眩的情形 而且稍早其实已经有含了一些盐片 现在身体状况是还OK的 等一下还是可以进行 不过如果超过十一点 他想说很累不舒服 要停止的话其实院方都会来尊重 可能会明天早上继续开之外 其实律师这边也说都会配合 不过其实这一次检方有申请部分限月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部分限月 但你透过手板就要看到了 其实就是律师不能硬卷证 只能用手抄笔记 而且这些手抄笔记在家庭开完 就要交回给法官 律师就有透露说 其实他们从早上八点一早就有开始来 这些抄笔这些卷证 一直到下午五点 等于说这过程是抄笔了九个小时 而且抄笔的卷证是超过了两大本 而律师也透露说 其实不是为什么会这么久 就是因为他们每一个重点都要抄 不然到时候如果被法院收回去 就会被发现他们攻防的重点 而现在他们陆续召开基压庭 到底结果会如何 我们也要持续来带您掌握 以上最新把新镜头加欢迎给房内主播 欢迎收看柯文哲基压庭特别报道 我是主播陈静怡 好 首先我们要关注的 就是在北检的最近状况 因为在周五的时候 柯文哲的住家遭到搜索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的时间了 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被列为被告 遭到检方声压 在晚间的八点将会召开基压庭 因此在北检的最新状况 我们立刻连线记者洪新美 好 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记得所在位置 在台北地方法院 持续来带您关心金华城案的最新情况 因为彭震生以及柯文哲 都是被列为贪污罪被告 遭到检方是深压 因此在稍后一点点 就是八点就要来召开基压庭 到时候结果会如何 是无保还是交保还是基压 我们都会持续带您来关注 但是因为是八点召开基压庭 如果说一路开到十一点都还没有结束 柯文哲说很累了 想要庭是可以的吗 北院说都是没问题的 因为这些都是他的权益 可能就要等到明天早上要继续开 而柯文哲其实开完基压庭之后 紧接着就是要开彭震生的基压庭 但是其实彭震生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是有出现一些身体不适 有被借护送医的情形 不过在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已经把人送回了台北地方法院 而初步是说现在身体状况都还算OK 还算正常 只有走路是稍稍有一些些不稳 而现在他们都已经和律师绿见完毕 到时候就要来召开基压庭 但是其实因为检方有申请部分线约 也就是说律师没有办法把券证给印下来 只能用手来抄路 因此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重点 都是一个关键要来和被告来讨论 但是在稍后八点就要来召开基压庭 最新结果是如何呢 我们都会持续来带您关心掌握 以上最新把身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 检方生压境界之后再度出招 要防止律师透过月券的方式来串阵 因此罕见申请部分线约 召开基压庭当天一早 柯文哲委任的王牌律师郑申远 表情临重要和检方斗法 部分线约这个检方的动作 有没有什么想要帮当事人来议帐 检方这回部分线约限制的是 包含禁止柯文哲及彭振申的律师 对卷证拍照或者是影印 也就是只能用看的并手抄笔记 供基压庭上攻防使用 而且一旦基压庭结束 这些手抄笔记 统统都会被法官收回去 简单来说就是卷证当中 有检方至今调查的所有证据 现月不只是针对金华城案 恐怕背后牵扯更多案件 及更多共犯 还有接下来的搜索地点 被告柯文哲的律师一定会非常想要看到全部的卷宗 他可能发现说这个被告柯文哲 他可能涉及的相关的犯罪事实 以及这个嫌疑人可能是范围是蛮广的 可能某个程度上是显示出来说 是不是这个本案涉及的层面很广 是不是有其他的犯罪事实 以及其他的犯罪嫌疑人 过去曾有许多案例是律师会利用月券机会跟被告串阵 北院强调这次限制月券是为了防止资料外流 检察官也会盯着双方律师们抄了些什么 尽管月券时间没有限制 但也要赶在积押亭前完成 柯文哲律师团拼命抄拼命血 不怕手酸只怕输了这一战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